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Alice 旅居國外的馬來西亞人 第一次在國外度過農曆新年 從來都沒想過 回家會變得如此的難 對家的思念也隨著接近新年 而越來越濃烈了 我今年不能回去和你們吃團圓飯了 傻瓜 我們可以videocall一起吃啊 疫情過後你才回來咯 要好好照顧自己知道嗎 或許這並不只是疫情的關係 而在外受了寒風才知道 家才是最溫暖的地方 我想回家 相信不少人也和我們一樣 相信不少人也和我們一樣 被這個疫情阻擋了混亂 回家的路 離開家鄉快二十年了吧 身在千里之外的我 和太太一起過得還算不錯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家節被施清 想念家鄉的山 想家鄉的淳朴 想著見見老去的爸媽 想家鄉的親人 想念家鄉的美食 小朋友 我記得要摘下的小朋友 讓我們來看幾個小朋友 你會在家裡 在家裡 可以卸下的小朋友 一切威严的伪装 就像个小孩般 累了可以躺下 烦了可以找妈妈聊聊天 迷茫了可以找爸爸指点迷惊 懒散了 大姐会用她那嘹亮的声音 给我督促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们 你们都还好吗 都在忙什么了呀 都好久没见了吧 下次回家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聚一聚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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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鸟知返 鬼巢的梦和史料 难得敢信 外切就做了这道鸟巢 来诠释对家的想念 愿这个疫情快点快点的过去 我总相信 阴霾消失后阳光一直都在 而家也一样 一直一直都在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来Alice Uncle给你一个红包 恭喜伯财新年快乐 Alice Uncle给你一个红包 恭喜伯财身体健康 如果你现在回家 你想你妈妈煮什么给你吃啊 我想要吃她煮的阿桑鱼 还有它的芋头扣肉 还有猪脚醋 还有那个很好吃的红酒面线 可以 没有阿 你video call的吗 跟她拜拜 跟电话拜拜 跟电话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